到底如果你將來的薪水多少才算是高薪 多少才算是低薪 其實你可以點進去看 比如說假設你的薪水是年薪 他這邊是看年薪 年薪48萬等於平均一個月大概差不多4萬塊吧 如果是一個月4萬塊 如果你比較的是去年的 因為這個所得稅還沒報 所以110年的資料 他主計處就會給你一個比較對象 全部好了 全部的人比較 那你可以看到到底哪些人算高薪 哪些人算低薪 你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你的薪水是落在這個位置 5萬塊的話 大概你已經一個月4萬塊 大概你比就是40%的人還要更高了 那你要怎麼樣再往前 如果假設你的薪水你要再往前的話 你可能要到一個月要到 最高峰應該是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一個月是落在那個 這什麼40% 年薪應該是40% 年薪40%左右的應該是最多的 平均一年年薪的話40% 40%的話大概一個月大概就3萬出頭了 所以等於是說 目前從業人員薪水最多的區 就是中位數應該是落在3萬多塊 你講說3萬多塊在台北市怎麼生活 對真的是 那你說理論上在台北市要多少才能生活 其實理論上應該如果能夠比較有品質的話 應該至少要多少 然後要50K 可能60K可能比較剛剛好 OK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 落在60K的人其實就不是那麼多了 所以你看那個高原期就往下了 OK 所以理論上最多的還是 而且甚至還有人是一年的年薪 是落在還要蠻多 前面這個區塊 其實還蠻多 一年年薪領不到30萬 那當然你就會 另外其他我是推薦你們可以看那個什麼 行業別 行業 每個不同的行業 到底給的薪水是多少 其實你們可以看這邊 行業應該是這個吧 比如說假設你是從事的哪一個 比如說教育業 然後你選擇 比如說這個好了 教育業按確定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薪資的高低 有沒有 目前來看 你會發現 金融保險業 零的薪水相對是比較高 前面這個區塊是零的比較少 所以你看一下那個什麼 藝術娛樂休閒這邊都比較屬於低薪的 那比較高薪的應該是這個這個區間 像什麼金融 你可以發現金融保險業領的好像相對多 另外它好像還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金字塔 好像是 你也可以點擊 然後比如說假設你的行業別是什麼 比如說你的行業別 你可以選一個 然後你可以再自己去看一下 領多少錢 你可以看到 佔比多少 裡面其實它也可以有一個金字塔 讓你看到說這個行業別哪一些人 等等 其他有像男女等等的 其實這每個 我覺得它做的都還蠻不錯的 OK 就是讓你知道說 就是每個區間 到底領多少錢 這個所以其實從裡面應該 應該可以看出一些 將來你想拿的薪水應該多少 哪個行業別等等的 OK 這些也都 其他這邊好像有比較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就是自己再玩玩看吧 好啦 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他104人力銀行有統計 畢業生之後大概領多少錢 不過好像目前有一個趨勢 真的 你們這個世代 真的 應該叫什麼 有人稱為叫低薪世代 其實這真的是有這個趨勢 就是領的薪水真的是 相對是偏低 那為什麼會偏低 那這個問題你們如果有興趣 自己再去推 OK 如果你假設你不想要 落入那個低薪的輪迴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要做一點什麼事 也就不是說所有 那個畢業生都是低薪的 也有高薪的啊 那你要怎麼樣能夠 跳脫那個低薪這個輪迴 OK 你可以跳出去 為什麼可以跳出去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提到的 所以剛剛那個公式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就這一個 那當然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把它當文字 文字來看待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資料有沒有 我是把它當成一串文字 來做切割 所以我用三個函數來切割 那其實喔 如果你假設不把它當成那個 文字切割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插入函數 你把它當一個字席來處理 如果當日期的話 你可以插入函數 你可以找到一個日期 以及時間函數 其中有個函數要date date的話 實際上 這邊底下有講 其實白話意思就是幫你格式化 成一個標準日期的函數 ok date嘛 然後按確定之後 它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的話 就是你給我year在哪裡 第二個你給我month 第三個給我date 所以年月日 所以啦 跟剛剛有點類似 只是說它把它分在三個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year在哪裡 其實year很簡單嘛 其實就是laps 只是說這個地方我自己打比較快 所以就是跟他講說 我的年喔 是在這個裡面的year 這個laps 就是這個資料裡面的前四個字 所以我用laps 然後瓜糊 a2 豆點4 取得2023 有沒有 然後mance在哪裡 剛剛有點類似 mid 然後錢瓜糊 這個資料 第幾個字 第五個字 豆點 取兩個字 有沒有 一樣取得10 然後date的話 就是right 就是 所以這個我自己打 right其實也蠻簡單 a2嘛 然後豆點後兩個字 那這樣的話呢 它一樣可以幫你格式化 成標準的日期格式 OK 所以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得到也是2023斜線 10月2號 像下填滿也OK 所以兩個方法結果都是可以的 那至於哪一個比較簡單呢 你就自己去推吧 不過啦 如果以比較正規化的方式 比較推第二個方法 為什麼 因為第二個方法 它就是date date的話就是 意思是格式化成標準日期格式的意思 那剛剛 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你切字串也可以 其實切字串 其實算一個 比較不正規的方法 因為你切完之後它是一個文字 那文字怎麼會變成日期呢 其實跟各位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 isio 他太自動了 他太聰明了 他知道說 你這個文字長得很像日期 好吧 那我自動幫你轉換日期的意思 所以他其實自動幫你轉換日期了 OK 所以比較正規的應該是這個方法 其實不過啦 在isio裡面這兩個方法都可以 所以我在雲端上面 就把這兩個方法都貼到這邊 那給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未來呢 假設你遇到那個日期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知道怎麼解決啦 OK 反正就是 把那個格式 正規化成isio 看得懂的話 那就OK了 然後最後的話 記得喔 就是再把這個資料 選起來 Ctrl C 然後呢 選擇性貼上 就直接在A2這邊點一下 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記得喔 只有值的部分 值的話就123這個啦 OK 就把它貼上 然後呢 再把這個B欄給刪掉 不過呢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用Date這個 貼過來之後 你會發現 奇怪老師 為什麼貼上值之後呢 它變成不是日期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呢 日期本身喔 它原始狀態 就是跟1900年的1月1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1900年的1月1號 是算第一天 那也就是一個數字啦 這是1嘛 那如果算到這一天的時候 它就是45201天啦 所以如果 你說老師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把它格式化成日期不就好了 所以你可能貼上喔 你要先把這個選起來之後 再按右鍵 出生個格式 把它改成日期 有沒有 突然的話呢 它會變成一個數字 好 這樣就恢復了 OK 所以看起來好像方法一比較簡單 方法一就不用在那邊還要再轉格式 OK 不過啦 就是未來你遇到問題喔 反正你就是找到對的方法 然後可以解決問題 這樣應該就OK了 好 那所以這邊這一欄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OK 那我們如果這個正規畫之後的結果呢 你這樣就畫圖應該就不會錯了 所以畫圖就是把這兩欄選起來 所以A1選一下 然後Shift鍵按住 然後呢你就把它插入 這邊有一個折線圖 就這一個 好 那就把它畫出來了 但是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說呢 我這個圖不要放這邊 我希望把它放在哪裡 可能我希望喔 幫我把這個圖呢 自動畫完之後呢 放在這邊 哪裡 M1這個儲存格的左上角 然後呢延伸出去喔 假如說我希望有大概十個欄位吧 所以大概也許到這邊吧 M到 可能到W吧 這邊應該是 2 4 6 8 10 到X X的話是12欄好了 假設12欄寬 然後呢 或者10欄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數字自己喬一下 就大概這樣 10欄好了 那第二的話呢 大概也許10欄高 10欄寬 10欄高 10欄 10欄會不會太窄 我看10欄 這樣子 那應該往上拉才對 所以應該是M1這邊 所以假設啦 我希望呢 幫我畫出一個10欄寬 10欄高的圖 然後畫一個之後的話呢 你再幫我畫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人民幣 畫在下面 第三個欧元 等於這邊假設有11個匯率 那意思就是要畫11個圖 你想說 那這樣有點麻煩 而且如果這件事每天都要一直做 而且經常做 因為匯率會變動嘛 所以你一變動 假設你要重新再做一次的話 滿放費時間的 所以喔 如果以這種頻率這麼高 然後數量這麼 資料這麼龐大的情況下 滿建議一定就是要 不能用那個人工了 可能這部分還是要用那個程式來解決 但問題來了 欸 那怎麼產生這個程式啦 那其實我們好像那個 上一個課程有提到 如果你要畫個圖的話 其實呢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錄製劇齊 那尤其畫圖的時候 我講過 其實你畫圖的時候 那個 只要錄什麼 錄插錄哪個圖就好了 其他呢 像它的坐標 跟它的寬 還有高的部分喔 其實呢 不需要錄製 因為你可以自己把它寫上去 其實OK喔 我們來試一下喔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們待會第一個 日期反正就先正規畫 接下來的話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所以你們 再錄製聚期 錄的話其實非常簡單 只要做一件事 就插入 這個什麼 還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這樣就OK 就把它停止錄製了 所以我們錄製一個聚期 所以 假設要畫這個圖好了 這個圖的話叫美元折線圖好了 OK喔 比如說這個名稱好了 那我就是直接來開始囉 所以1 先把這個先選起來 所以先把A1 按SHIP選到B36 先選好了 因為錄製好像不會影響 然後再錄製 錄製 錄製 然後把美元折線圖 名稱給它之後 然後按確定 所以喔 記得先選 選完之後呢 再按一下錄製 錄製 給一個名稱叫美元折線 先按確定就可以了 確定就開始囉 OK 那我只需要錄一個動作 插入裡面的折線圖 找到這個 含有資料的折線圖 點一下 好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 不要做任何動作了 你就直接在開發人員裡面 把錄製聚集 改成停止錄製 OK 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圖先刪掉一下 三調你再去亂亂看會不會成功 有沒有 美元折線執行一下 又出現了 所以你把它delete掉 它會不會執行 你把它執行一下 欸 它出現了 欸你說 喔老師 可是問題有出現 沒錯 但問題位置不對 有沒有 位置跟寬跟高都不對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希望呢 它可以執行 但是執行的位置 希望能夠把它放哪裡 放這個M1的位置 M1的左邊跟上面的這個位置 OK 所以呢 我們其實錄完之後呢 必須要再來修改 那修改的話呢 其實就是直接什麼 幾個方法 編輯就可以了 有沒有 或者是按VoBase裡面找那個 SUB美元折線都可以編輯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會有一個模組 我看一下為什麼這邊兩個 這個是我剛剛 這個是會 這個我們剛剛貼的嘛 所以剛剛有插入一個Module 1 所以錄製聚集的話 它會幫你產生Module 2 這個程式在這邊 其實就兩行程式啦 一行的話呢 就是AdChar 有沒有 它在目前 ActiveShoot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裡面 幫我在這個地方增加一個物件 叫Shop Shop其實是一個畫圖的一個物件 畫圖物件裡面的話呢 它有個方法叫AdChar2 AdChar2其實在這個圖裡面 幫我增加一個繪圖功能 就是畫一個環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所以AdChar2實際上就把 這個環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畫在這個Shop的物件裡面 OK 好,那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我要把坐標做一個變 習慣把上面的註解拿掉一下 OK 那所以呢 坐標怎麼改 這個我前面是不是有做過類似的 就是第一個 這個是這兩個參數 實際上就是含有資料的折線圖 這個如果你們有興趣自己再查一下 那如果我想要把它畫的座標 改成在M1這個位置 就在這個地方 不要放在剛剛的位置的話 那我只需要在這邊呢 增加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兩個參數加哪裡呢 記得喔 加在AdChar2後面 這個是第一個嘛 第二個 第三個你再逗點一下 然後跟它講說我要放在 M1儲存格的 它會是先水平再垂直 所以呢 你就先在這邊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這個位置儲存格裡面的什麼 Range M1好了 所以你就打一個Range M1 Range M1呢 指的是那個M1儲存格的 的的話就點一下 Labs 所以Labs的話就是 意思說在這個儲存格的左邊那一條線的位置 OK 左邊喔 好 那逗點 那高在哪裡呢 就是它坐標 Y軸的部分呢 那你就一樣喔 在M1 所以Range M1的 後面有個屬性要點Top 所以你就打一個Top就可以了 好 這兩個參數就是它的坐標了 有沒有 Labs跟Top 那記得是打在哪裡 打在這邊 它的後面 所以喔 這個是第三個 這個是第四個 那你加了這兩個參數之後喔 你就可以把它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圖應該就被畫在這裡了 所以執行它 有沒有發現 這時候 美元折線圖就畫在這裡了 但是它的寬 跟它的高 欸不對吧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把後面再加上寬跟高就OK了 所以後面再加什麼 我希望它的寬度喔 大概就跟這個儲存格的寬度乘上10倍啦 所以就10個啦 因為這些每一個欄的寬度都一樣喔 所以就是 我一樣利用Range M1來當代表 所以 剛剛加兩個嘛 再加第三個 豆點 然後一樣把Range M1 把它複製過來這邊 然後呢 跟它講說呢 它的寬度 M1的寬度10倍啦 所以呢 就是 寬度就是屬性叫Vis 這邊打一個W 這邊有個Vis 然後後面加一個乘10就可以啦 乘上10 意思就是寬度 這個儲存格的寬度的10倍 那就是10藍寬的意思喔 然後豆點 欸 高度多高呢 那一樣道理 就是Range M1 它的高度就點Hight 它有一個屬性叫H EA 這個啦 Hight就是HEAGHT這個 那這個就是它的列高 那我要10列的話 一樣乘上10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用M1啦 只是因為M1當代表就好了啦 你說老師那我用別的可不可以啦 只要那個儲存格是 你要的那個寬跟高 還有坐標就OK啦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變動的喔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其實程式應該理論上 第一個階段就是寫完了 所以執行它 有沒有看到 它的位置是不是在哪裡 M1 然後呢 10欄到V沒錯 10列到這邊10列 所以喔 這個好處就是說 它這個位置就會放得剛剛好 我覺得還蠻聽話的 也就是你要怎麼放 它會符合你的要求啦 OK 好 那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再畫一個 叫人民幣折現圖 人民幣折現圖 畫在哪裡呢 畫在它的下方 因為呢 剛剛的匯率第一欄 B欄是美元嘛 那人民幣呢 人民幣呢 人民幣到底一樣嘛 只是人民幣要怎麼畫 跟各位講喔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因為你要畫 當然你也可以錄製啦 不過其實我跟各位講喔 這個的話喔 你要選的話 變成你要拆開來 要避開這邊 所以你如果假設用人工的方式喔 必須要避開B欄 所以變成你要先選A1到A36 按Shift鍵 然後再按Ctrl鍵按住 再點C1 然後呢 再按Shift鍵再點C36 變成你要選什麼 選兩個範圍 中間要隔開喔 這個時候你在插入那個什麼 人民幣 插入折現圖 這個應該它才會幫你畫出來 有沒有還有資料標記 它畫出來了 可是問題喔 一樣的道理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畫在這裡啦 我要畫在別的地方的位置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你是不是就 一樣嘛 跟錄製聚集 其實跟各位講啦 也不用傻傻在錄製啦 其實跟各位講 你可以從原來的 剛剛的美元折現圖 拿來改就可以了 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來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人民幣折現圖 人民幣折現圖 那當然你要改 要改哪些地方 其實顧名思義啦 第一個 它的那個範圍一定不一樣 有沒有 它的範圍剛剛是 這個A1到B36 可是這邊應該是到多少 你說老師 它是不是到C36嗎 可是問題C36好像有加到什麼 加到那個美元進來囉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C36的話 那位置應該可以改 位置很簡單 座標的話就是 就是讓它往下一個嘛 所以應該是 下一個的話應該是什麼 M11嘛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的名幣的話 應該是多少 M11 那這邊的話 Labs也是M11 然後後面 寬跟高一樣 所以不改 那你把它執行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出現 有出現耶 可是問題來了 為什麼兩條線 跟各位講 因為你剛剛選的是什麼範圍呢 A 冒號 C36 那 A到C 它會變成說 你選的就是這個範圍 它會把那個美元也選進來 所以你必須喔 想個辦法 把美元避開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只要怎麼做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的重點喔 基本上就是 這個正規化以後 然後 把那個動作路價來之後 變修改 修改的話呢 記得喔 我主要是改了四個地方 這四個啦 這是寬跟高 這是位置嘛 然後這個是寬度乘上10 這個是高度乘上10 這樣就OK了 並且思考一下 如何在繪製人民幣這些 其實我們終極目標是十個圖啦 不是十個 不知道是十一個還是十個 全部畫完啦 OK 那這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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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